球场上你来我往来自各县市的议员们展现浑身解数 代表议会争取荣誉 透过举办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比赛 不仅能够以球会友提升运动风气 还能够促进全国议会间的情谊 以球会友我们不看它的一个成绩的结果 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各县市的议员 还有各县市的员工多年以来都结交成为球场上的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也让我们所有的议员透游打球以外 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球友的情谊 以往的成绩也都相当的好 这一次大家也做足了准备 那么希望说在这一次能够为我们南投线 拿出一个好成绩 也为我们体育来打出一片 在网球能够得到一个好成绩 然后带回我们南投线 选手们在场上使劲挥拍打网球 各县市议员平时为民服务 需要相当大的体力 举办活动除了推广运动 也让各议员都能够活动筋骨健康身心 所以我们比较少有时间 可以这样子的像这样子的聚会 以及培养感情的机会 那通过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大家可以来更了解彼此以外 也培养出一定的相当的默契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所以秋术也是第一次学习这个网球 让我们的大家也可以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 一个组合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来努力来运动 有鉴于南投县的运动设备不够完善 导致许多运动人才外流相当的可惜 县议员简千祥极限明谋 希望能够借进彰化县完善的网球场地 增进县内的运动硬体设备 看到张慧有这么好的场地 其实我们南投真的应该好好的学习 那我相信这不仅会是一场 以有以球会有的一场比赛 但同时也是我们南投 我们在做我们建设 我们的体育建设的学习之旅 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也能够带入这个风气 让所有的国人喜爱这种软网的运动 因为这软网的运动比较年纪大的话 也很适合打软式网球 网球运动在县内的发展历史相当悠久 而议员们也都以身作者 请自参与各项体育活动 希望借此带动地方的体育发展 民意新闻洪一轮综合采访报道